三隻在銀龍櫃台說要看精煉 看著看著心聲歹念 強了就跑拔腿狂奔 老闆立刻衝出櫃台想要追上前 但又怕整間銀龍放空城 遲疑了一下決定先追搶匪 但搶匪跑得油夠快 一路逃到捷運站外面 恰巧這時行進的車輛多 搶匪停了一會紅燈 好幾個人從另外一邊衝過來 鋪向搶匪成功壓制 老闆氣喘吁吁走過來 因為一度跌倒 但扯開嗓子大喊搶劫 讓休假路過的遠景也及時壓制 鎖定的就是類似款的 金鏈價值72000元 發生在20號下午2點多 新北市新莊福壽街的這間銀樓 原來搶匪根本就是預謀犯案 第一次是有跟地下學中借錢 因為今天要付分期的金額 因為他付不出來 所以說才想要到我們轄區來搶銀樓 還原動線 搶匪從三重搭捷運到附近 徒步前往銀樓 假裝顧客看金鏈 卻趁機行搶 企圖再折返搭捷運 老闆第一時間追得上去 最關鍵的還是休假擁緊 近專35期刑事課畢業的 無姓偵查隊員聽到老闆大喊搶劫 惡話不說衝上前壓制嫌犯 而49歲的離心搶匪 強盜竊盜千科累累 這一次下手的燕樓疑事 還早就來看過預謀犯案 好在休假擁緊 及時協助逮搶匪讓燕樓搶案 短短不到5分鐘火速破案 謝謝中文報導 今天電視Youtube頻道